接下来我们看这个Simpson's rule Simpson's rule 它是use the area of region under the parabolic to approximate it 也就是说呢 使用这个抛物线 下去估计这个曲线底下 它的这个面积 那使用抛物线的话呢 它这边的假设是说呢 你一定要有两个长条 那后来简化变成呢 假设我们假设这边是-k 这里是k 那这里是0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在-k这边呢 它是这个 它的函数值 这边是y0 这里呢是y1 那这里是y2 这里是y2 那么 这个假设呢 就是呢 如果你从-k到k 下去做 对这个函数呢 假设你把这个函数 看成是一个抛物线的话 那它就约等于什么呢 约等于呢 三分之k 三分之k 那乘以呢 这个y0 加上4y1 好 再加上这个y2 好 再加上这个y2 那么 这个假设呢 这个 这个是 是由这个exercise 也就是说这一节的这个五之三 这个习题 这个习题呢 第四题 这个同学可以自己下去导一导 我们这边不详细再导了 那今天借着这一个公式 借着这个公式 那这边是两块 两块 两个长条 那接下来呢 就是呢 如果说呢 我们现在呢 这个Simpson之路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曲线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曲线 那么 它长得像这样子 那么 你在做分割的时候呢 你会把它分割成呢 X0 然后再过来呢 这是X1 然后再过来呢 是X2 再过来是X2 那么 右边呢 这个是Xn 那这个呢 是Xn-1 再过来这一块呢 是Xn-2 Xn-2 那因为呢 我们现在 每两个这样子的长条 好 这条线就是Y等F of X 那每两个这个长条 下去呢 使用一个抛物线 下去做估计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把它画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抛物线 这里呢 把它看成是一个抛物线 那很像是这边这个 习体的这个味道 也就是说呢 上方呢 它是一个抛物线 上方是一个这个 抛物线 那个抛物线的形状 然后使用呢 这个两个长条 下去做估计 那么这个习体呢 已经证明出来 就是你可以呢 把这块面积 估计成了三分之K K就是这个区间的宽度 K就是这个底下 这个区间的宽度 这样就是所谓的K 然后乘以什么呢 Y0 也就是这两个长条 它的这个 最左边 这个Y0呢 就是在-K这边 它的函数值 那Y1就是中间 Y2就是右边 Y2就是右边 那所以表现 表现到这里来呢 就是以这边这三个 那么 如果你要下去 做估计 也就是说 从这个X0 到X2 这一块的话呢 那这个F of X 这个F of X呢 我们说它的这个面积 就约等于什么呢 约等于呢 三分之K 乘以呢 这个左边这里 这个就是F of X0 然后中间这个呢 中间这个就是F of X1 那这个右边这里 这个就是F of X2 F of X2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 把它写成了F of X0 然后再加上呢 四倍的F of X1 然后再加上呢 F of X2 F of X2 那这是 这是从X0到X2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从X2呢 到X4 到X4 那这个 同样的 使用这个习题的这个公式 那我们会得到呢 它就约等于呢 三分之K 乘以呢 F of X2 再加上呢 4倍的F of X3 F of X3 再加上呢 F of X4 好 那么点点点 那同学要注意呢 就是呢 因为这边需要两个两个一组 所以这个N一定要even 那如果这个N是even的话呢 那么 我们到最后呢 从这个X的N-2 到这个XN 你下去呢 使用抛物线下去 估计这个面积的话 那它就会 约等于 三分之K 乘上呢 这个F of X N-1 再加上呢 4倍的 这个F of X 这里是N-2 然后这边是F of XN-1 然后再加上呢 F of XN 好 那因此呢 如果你把这个全部通通都加起来的话 那么这个曲线底下 就是这个函数呢 这个曲线底下 它整个从X0到XN之间的这块面积 好 那 0 到XN 好 这个X0到XN之间的这个面积 那么它就 约等于呢 上面这一串呢 全部加起来 那加起来的时候 同学注意到呢 这个F of X0呢 这只有一个 那F of X2呢 跟这个F of X2 合起来是两个 那这个F of X4 跟底下这个F of X4 合起来是两个 所以它的这个细数啊 就我们把3分之K呢 把它提出来 那中间呢 它细数啊 就是142424 这样子一路下去 也就是说呢 它这边就变成F of X0 这是1 细数是1 再过来细数是4 4倍的F of X1 然后呢 这里本来细数是1的啊 但是因为它跟底下 这个这两个啊 这两个长条加起来之后 它就变成两倍的F of X2 好 然后这样一路加 那一直加呢 加到 加到这个 最后这里呢 呃 最后这个原来这个F of Xn-2 它的细数是1 那加到后面呢 它就变成2啊 F of Xn-2 然后呢 再加上 这个4倍的 F of Xn-1 再加上呢 F of Xn F of Xn 那这样子呢 这个T形法的公式呢 就出来了 T形法公式就出现 那么同学要注意就是呢 因为你做T形法 因为两个 好 两个长条呢 下去使用 每两个长条啊 就是它这边画的啊 每两个长条 要使用一个抛物线下去估计啊 那 因此呢 这个分割的时候 N一定分割成偶数啊 那分割成偶数的情况之下啊 那它的这个细数是 1 1 4 2 4 1 像这样子的格式啊 那这边呢 那我们就不证明了啊 这个同学自己下去看看 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证明出来 使用抛物线呢 下去估计啊 那么 去估计这个 两个长条之间的面积啊 你可以分别用Y0 Y1 Y2 把这一块面积的估计值 表现成了 三分之K的形状啊